我们认真探讨 这都是带着走的 人生轻重缓急 什么重要 什么最着急 要分辨得出来 不然我们都忙在那些 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去 好 那我们前面学习了 用真心 老师上说的 真诚亲近平等正确慈悲 那你发了这样的真心 这五心都是菩提心 你有这个心 会不会有行为 有啊 你有关怀人的心 你就会有关怀他的言语 很自然的 就出来了 关怀他的行为出来了 你关心他 晚上比较凉啊 你就会拿个博外套 给他穿上了 那接下来 老和尚说 菩提心啊 不是说说而已了 要落实了 那老和尚吃杯哦 从 大藏经 当中啊 选了五个行门 这五个行门啊 就包含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所说 一切教诲了 有一个成语叫 刚举 木章 你把刚领 举起来了 所有的木都 跟着上来了 好 我们刚过完端午节 我们看那个种子就几条线 有没有 一拉 整个拉上来了 那个刚你掌握住了 这五个是刚 哪五个呢 三辅 六合 三学 六度 谱贤 行愿 我们前面学习的三辅 老和尚讲了 修学的基础是三辅 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 你们都放下了 放下烦恼 教诲要放在心中 三辅 第一辅 仁天辅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差 修慈善业 我们努力去做 这第一辅 我们就是标准的 善男子 善女人 阿弥陀经里面 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是当机者 第二辅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 威夷 你看三规 精神就是规 自信 绝正境 我们就随顺 绝正境 不随顺 烦恼习气 不随顺 情绪 这个是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 威夷 不犯威夷 就是 我们一举一动 给家人 给团体 做榜样 第三符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这个因果是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读诵大臣 读大臣经 尤其读这一部 无量寿经 还有 五经 一论 但是现在人 家庭 工作的 责任很重 时间 没有鼓人 那么多 所以夏连居 老居是 非常慈悲 他编了一个 静修 节药 他很简洁 因为只有 三十二段经文 但是把 五经 一论 重要的 他把它 都掌握住了 念一遍 二十分钟 就可以了 而且 这三十二拜 叫五念 简刻 你在做 这个 静修 节药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礼拜 礼拜功德 很大 礼佛一拜 灭罪 沙合 灭我们的 罪业 我们要 往生的人 要 紧防 业力 发动 你 临终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 业力陷阱 就麻烦了 所以业 要好好去 修行 把它消掉 消罪业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个拜佛 就是消业障 很好的方法 所以老和尚 曾经有提过 他跟着 颤云法师 那时候 一天拜多少 八百拜 那一段时间 拜了十几万拜 对他后来修行 帮助很大 为什么 业障 消 那学习就没有障碍了 有业障的时候 一读经 就梦到着共 就开始打瞌睡了 那个都是业 要把它消掉 业消至 业消掉了 人会清明 听经也比较容易 听明白 有误触 再来 就是要调伏 你对世间的 爱求 求取的心 你哪个人事物放不下 就是障碍了 你不是临终的时候 才放下 你现在放不下 临终能放下 不大可能 你现在人这么清醒 你就不愿意放了 更何况临终 更放不下了 强者先迁 最强的那个力量 会把你给扯走 所以常常问自己 还有没有放不下的人 事 物 有的话赶快下功夫了 你们家有没有收集古董 very dangerous 你收集太多这些东西 哎呀 秀明明 你到时候就被他给拉住了 连我们出家的人不能 我爱死这一本经书了 到时候你就到藏经楼去投胎了 是不是 听说只剩那一本了 放在心上放不下 临终刚好被他拉过去了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了 所以这个贪爱越来越淡 不要跟自己做佛的因缘过不去 拜托拜托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宋大臣 劝尽行者 这十一条 前面十条都是修自己 第十一条 劝尽行者 利益他人 所以不要急着去 要去度众生 要把时间精力先花在哪里 提升自己 我看我们现在都是把时间 他怎么这样 他怎么那样 他也不认真一点 他怎么常常发脾气 你怎么管别人 管那么多 要问自己 我还会不会发脾气 我们刚刚说 善才同志 只有自己是学生 那个发脾气的也是老师 他提醒我们 见仁恶 即什么 内心 要向内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常常说 莫向外求 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 莫向外求 我们的心只要看向外面了 会怎么样 见人过 深烦恼 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 只要我现在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就是你深烦恼了 就是我们怎么样 向外 见人家过来 一定是这样的 没有向外 不容易生烦恼 感谢观看 人家过来 不容易生意烦恼 是什么 人家过来 不容易生意烦恼